大家好,欢迎来到石榴姐电影 不一样的石榴姐带你品味一部好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由漫画改编的电影 叫做火星一种 听名字看上去一本正经 还以为是去火星上看可发现 但不愧是日本人拍摄的 虽然有去火星的因素 也有影片名字的一种 但是却有点奇葩 因为场面和别的太空片不一样 尤其是后面一群蟑螂在火星上 密密麻麻的变身 设定有点雷人 好啦,我们回到电影的主要剧情 在21世纪中期 地球上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化 所以为了让最像地球的火星变得适合居住 所以把改良环境的藻类 以及适应性很强的蟑螂投放到了火星上 一行人去火星探究成果 男主和女主则是为了避免死刑的惩罚 所以也一起去了 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发现任何蟑螂的尸体 但是后来他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小强大反派 他已经拥有了智慧 进化成无比坚硕高大的生物 行走起来就像人一样 而且迅速地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男主向计划的小强大反派打招呼 但是小强大反派却冲后来一下子扭断了女主的脖子 很多人都不幸被杀 在战斗与悲痛的过程中 在火星的大家逃回飞船 并且知道了这次来到火星的真正目的 在500年的时间里 生存能力强的蟑螂被火星捕射 然后就进化成了肌肉发达的小强大反派 而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到火星的人 而是第二批 第一批来到火星的人都死了 第二批的人体内都有昆虫的DNA 达到以虫治虫的目的 也就是说只要男主注射了昆虫西八火星剂 那么就会变身 事不宜迟 一个狂炫富宅男决定出去干掉小强大反派 于是他就变身了 他变得非常生猛 一开始的时候 差点就干掉了小强大反派 但是因为他不是男主 所以肯定灭不了小强大反派 所以最后就被生命力顽强的小强大反派杀了 也就是说如果想要消灭小强大反派 就必须要男主才行 不然大家都是死 既然大家都有昆虫的DNA 所以一开始一定不能是主角变身 配角轮个开始变身 猛男就变成了会喷火的昆虫 把火喷向一群群的蟑螂 魔女负责变身协助 虽然后来被撞干了 但是好歹配角的戏事做了 和饭领到了 就都死了 这里要注意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一群蟑螂在火星上 密密麻麻的超级恶心 这一密集恐惧症的人 真的还是不要看了 其实不只是这个战场 黑船内还有船长和其他人员 在和变身的蟑螂抗争 但是最主要的是主角闪亮登场 为了拯救世界的和平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和爱又迷人的物理男主 和同伴一起变身 大战蟑螂 在这里抖个谜团 蟑螂在打电话 而他打电话的对象 居然是人类 原来是电影开始了 蜃蟑螂并没有死 让男主一行人 来灭蟑螂的行动是假 让孙口取回蟑螂的卵 才是真的 但是最后 在飞船内的卵腐化了 而且已经进化不受控制 就在危急时刻 已经死掉的女主 其实并没有死 而且还来救了男主 女主挥着翅膀 画面一下子非常唯美 但是下面的蟑螂又非常恶心 整个画面就显得非常不可描述 算是一种极端的描绘吧 这部电影本身 就是走科幻风格的 但是又因为 作为日本人的导演 独特的审美 所以赋予了 偏测不一样的画面感 推荐大家去看看 好了 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